长期致力于推广直排轮国小的二层国小 在庆祝百年校庆的同时 与直排轮协会共同举办的雪山杯竞赛 总共有来自幼儿以及国小将近千位的学生来参赛 虽然年纪小,不过比赛一开始 小选手还是奋力向前冲,希望得到好成绩 有的就算是初学者,也会慢慢努力完成比赛 这是由直排轮协会跟二层国小主办的比赛 除了庆祝学校百年生日 主要目的是要推广这项有益生心的运动 训练小朋友的感觉统合能力,加强平衡感 二层国小配合百周年校庆举办第三届雪山杯直排轮比赛 直排轮在我们学校推动已经很多年 这项运动对于小孩子的感觉统合会非常有帮助 所以我们学校跟直排轮协会共同在推动这项运动 希望对我们小孩子的体势有所注意 参加学生表示,直排轮安全又有速度感非常有趣 而且透过竞赛提升运动经验 五年了,直排轮哪里好玩? 可以都很空 没有吧? 就这样 训练反应跟运动神经 对 那你这次成绩第几名? 第一名 未来还有没有什么地方? 一直拿第一名 好玩 为什么好玩? 可以通很快 可以通很快 直排轮好不好? 好玩 他的平衡感会比较好 再来小朋友很开心 以前有参加跟没有参加,感觉有没有什么变运? 进步很多 蛮开心的 对啊,因为他也可以消耗他的活动量 今天有800多位选手参加,加上选手2000多人 对促进亲子关系有很大帮助 宜兰修记者张立凌 采订队 最后发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